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林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然后今天早上就起来的太早了 竟然是早上7点1时啊 特别困啊现在眼睛都肿了 作为一个跑车人 每天顶着140的车租啊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干 然后出门的第一单 选择打一个区域 月路区望城月路区来 宁乡流洋 这几个地方吧 全部打上 开始接单 这打了一块区域 估计是一时半会不会想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早餐 先把这个早餐干完 如果说还没想的话 我就把这个区域放开 今天早上不吃包子的 吃两面 早餐干完了 还没来待 看来放开了 接试试它 垃圾丢一下 车看起来是挺干净的 哦好撑啊 这一碗两面下肚 太爽了 在早上打区域也是比较困难 主要还是没单 哎 还有一个 50个司机和我抢 不得了 放开了 接试试它 来单了啊 7点43 终于来单了 这单应该是外交吧 我看到 打字过来都是用的英语 刚刚就跑了一单 一个小时了 跑了14块钱 还给我来个调度 这种调度我也难得跑 不想去 没法完了 跑一单等20多分钟 现在是早上了8点半了 今天早上的第二单 这单等了40多分钟 哎 这也太难了 接一单等40分钟 这一单送到市里面去 八一路 不晓得到了那边以后 哎 早高峰两单结束了 一个早高峰 跑了两单 睡了一觉还没来单 我去 看一下啊 我现在在中山亭啊 金满地这里 从这个镜头往后面看啊 一排的网约车 然后前面那条路的两边全是 包括中山亭的另外一边也是 继续昨天的状态啊 35分钟过去了 不给单 这里是98个单 2.5个小时 两单43.8 这早高峰一过啊 就开始在这里睡觉了 开着空调睡觉 拉是蛮舒服 我去太厉害了 三个小时了 还没来单 这咋回事啊 这 这弟弟不派单了吗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去 终于来单了啊 等了一个多小时 完蛋 我是来单了 但是我后面这轮北汽啊 我看得到我这轮北汽 在后面的车我看不到 反正他还是没单 他估计比我顶的时间还长 太痛苦了 我去 这在五一广场真的是 狼窝呀 订单太少了 几乎我第一出口 糟了糟了 哎呀我去 这个单估计要取消 这个乘客定位错了 他都不知道他人在那里 这这地方不能停久了 前面就有个摄像头 算了 取消了取消了 哪怕是个滴滴头怪 我也给他取消了 下单了介绍这种单 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取消 如果你不取消 这个摄像头 这个菜欧路上面 全是摄像头 一带被拍到 一百块没了 继续去中山亭那里等的 刚一取消又来单了 这下怎么不给我卡单了 真的是 你看这种小单 这种小单的旁渤城 我是真的无语了 又给我订错地方了 他人在省人民医院门口 他订不订到这个 五一广场地铁口五号口 这都是什么人呀 取消了取消了 拉黑拉黑 这这人真的是有一个拉一个 这今天真的是要玩死我 一小时二十三分钟没接到单了 我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可能有两个多小时了吧 终于来单了 这居然还是个北地 估计就十二公里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今天是彻底的凉了 一再限五点四个小时了 八十九块钱 然后现在又到了新沙 这是今天下午最大的一个单了 这单算完以后 看一下我的流水啊 惨不忍睹 下班了 今天这个流水惨不忍睹 这就是不开特会啊 昨天一天流水还可以 为什么今天这么惨呀 十点七个小时 十一单二百的流水 明天开始还是打开特会吧 要不然这一天 三百块钱目标的玩不成 这太惨了主要是 反正明天我不敢再像今天这样冒险了 不开特会 以为他会补流水 但是到了晚上 他晚了也不会补多少流水的 主要是白天 你动不动 一个小时给你来一单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给你来一单 哇 这我真的是 我今天我真正的跑车时间 我看一下多长啊 我跑车时间 三小时四十二分钟 但是我在线时间是十几七个小时 我有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 直到车上 买手机 刷抖音 我开心为 行吧 今天也算是这段时间 跑得最惨的一次啊 二十块钱一个小时的美衣物 十几块钱一个小时 这就是不开特会的会果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林 关注我 每天跟你分享 我还有这个来的事 拜拜